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用全家福比喻中国大陆对台湾统一野心 大陆今年两会最后重头戏 就是大陆战狼外长王毅的中外记者会 一如预期台湾议题是重中之重 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 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强硬语言重申大陆对台统一目标不变 王毅警告他国不得介入 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 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引火烧身 而这样的言论在外媒眼中又是如何解读 外媒一致将台海议题和美中角力画上等号 但是不同国家的记者感受大不相同 像是这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媒体人 话就说得很直接 另外还有台湾前邦交国 多名尼加的报业记者 也坦言对两岸的爱恨情仇 看法很复杂 直言对两岸议题 中南美洲国家都不想说太多 但是感觉中国大陆的言论更危险了 事实上在这次两会之中 外界解读中国大陆对台言辞 时而删减和平二字就是警讯 但是新加坡的学者分析 大陆的和平统一野心偏离现实 国际环境的改变还包含了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日渐频繁的南海争端 中非海警船日前才在仁爱暗礁附近 发生了碰撞 大陆还出动了水炮射击 在两会上王毅虽然没有指名 但是剑指菲律宾 对无理挑衅 我们将及时距离反制 南海冲突增加也成为东协峰会焦点 只是这也引来中国大陆的不满 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 不要挑事生非 王毅口中所说的域外国家 恐怕指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 而这一次王毅谈到美国先是大赞去年11月拜习会的成功 但是话锋一转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单编制裁的清单在不断的延长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又批评美国持续打压不间断 讲到机动处还搭配手势指着骂 更讽刺美国得了中国焦虑症 王毅批评美国借由打压中国发展 保持产业领先优势 这番指责恐怕也是因为疲弱的经济 就是现在大陆最大软乐 应该说今年的外贸形势 我们判断还是处于一个十分严峻的这么一种形势 坦言今年外贸出口还是处在逆风低谷 大陆把GDP定在保五的低标 还坦言可能很有难度 疲软的经济可能损及中国大陆的话语权 但是王毅是极力捍卫 畅猜中国必将反食自身 误判中国就将措施监 虽然中国致力大国外交 但是现在经济疲弱 李强都坦言GDP保五并不容易 因此王毅在外交的记者会上 大唱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来反击外媒纷纷唱衰中国经济 希望试图来搬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颜面 以上TV新闻朱光宏陈永文 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